同学们好,欢迎来到9R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 同学们可以叫我Dana老师 今天呢,我们将开始新的一课的学习 第七课的学习 在之前的六课当中 我们完成了阿拉伯语语音阶段 关于发音符号和字母的这个28字母的学习 那么这一课呢 我们将针对所有的这些阿拉伯字母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然后呢,我根据个人的一些总结呢 为大家减轻一些负担 帮助大家,给大家一些记忆的方法 帮助大家记忆 那么这一课呢 我们即将学到的内容呢 也是比较多的 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节课的时候 就为大家看过的这幅关于口腔的这个组图 关于这个发音部位的这个图片 大家是否现在应该看着会比较亲切呢 因为我之前建议过 在我们学每个字母的时候 最好是把这个图片呢 也放在这个课本的旁边 当我们每次看这个发音图解的时候 都对照着这个口腔的位置 然后去寻找它的这个发音 那么现在我们学问了28个字母 大家是否能够感触到 当初我跟大家所讲 阿拉伯语之所以语音阶段比较 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艰难的原因是 它的跨度是极太过于广泛了 可以讲它从深刻的这个深厚部分 一直跨越到这个唇齿之间 整个口腔内部的每一个构造 几乎在每一个点上都能够找到阿拉伯语这个字母的痕迹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这个课本当中的这个52页 52页课本 这个也有个发音部位的图 这个图呢刚好直接把这个我们学的这28个字母 它所在这个每个字母发音的位置 直接放在了口腔相应的位置上 想必这样子会更加帮更加有效的帮助大家来 记忆和理解和感受这些字母所在的位置 好的 那么下面 根据我个人的一些总结 我将这个阿拉伯语的这个字母呢 它这些发音呢 以及它形象形式上面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呢 加以来进行分类 那么我大体上呢将之分为了四种类型 那么首先呢 比如说从形相似组到音相似组 还有发音部位相似组和其他相似组 那么它究竟 我这样啊 就是将字母分成这么多类 它的根据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让我们一一的来了解一下 比如说对于这个相似组啊 相似组这一部分 大概可以看一下 相似组呢 我将这个 呃 这个形相似 是吧 形相似自然就意味着它的形状 它的外在的这个构形是很像的 那么这一点也完全能够理解 那么大概呢 我将这个字母就分成了这个八类 就比较有规律性的哈 有相似 这些字母并不是包含了所有的阿拉伯字母哈 大家注意一下 啊 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四个分类呢 是说某一些字母之间是有相互相似的地方 可以进行分类 然后呢 分类的记忆加强大家对于字母的这个了解 比如说从这个形状相似组来来看的话 这个大概可以有相似的字母呢 可以分成八类 比如说定一种 这个相似的 我们看一下 有这个 它们相似点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三个字母呢 都是有个平躺的勾 然后呢 它们都是有点 那么是上方三点 成金字塔状螺蝶而成 10有两点 两点在这个横钩的上方平行的排铺 而这个back 只有一点在这个横钩的下方 那么对于这个9呢 它也有相似是什么呢 相似但是也不是完全相同 它也有一个钩 但是跟它们相比 这个钩会更加的树立 更加饱满一点 然后它有一点是在这个 它的上方 那么简单总结起来 阿拉伯语当中 这四个字母 feta nebe 就有一种 下一点 上一点 上两点 上三点 这样的形式 那么我们这样来记 是不是就更加方便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 这个 J 和 哈 我在之前 最后一刻讲解 讲解这个哈的时候 就为大家讲过 一看到它们之中的一个字母 就要联想到 另外两个与它形式 形状如此相似的 另外两个字母 那么我们这个就总结起来很简单 就是相当于是 中 J中一点 哈上一点 哈无 我J中 哈上 哈无 那么这三个字母在形状上就很相似 再看第三组 第三组这个 Z和R Z和D 那么Z和R之间只差了一个什么呢 Z的上面多加了一个点 那么R它是没有点 但它俩的下面是一模一样的 那关于 J和J呢 都是一个 就是这样 一个半弧加上一个平衡的勾 但是J的上方多了一点 J没有点 那么就是J R Z点 R Z点 R无 Z点 D无 这样子 我们再看第四组 第四组呢 就是 S和S 它们两个的区别就是 S呢 上面有三点 S呢是没有的 那么就S3 S5 这样子 那么下面这个也是的 Dod和Dod Dod一个点 Dod有一个点 和Sod 5点 就是Dod一 Sod 5 那么下面这也是 Dod和Tod Dod有一个点 Tod是5的 Dod一 Tod 5 当然就是关于这一个点的东西 这个 说法呢 大家肯定提前已经知道这个点 要点在哪个位置 对吧 你不能说胡乱的说 我只记得一个点 它就能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 最后点到中间去了 那你就是太厉害了 你就成为 你创造一个新语言的专 新语言的人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看这第七组的 第一个这个就是 我们自由节课学过的那个字母 对不对 类似那个 歌的摩擦音 R R 这个音 大家可以结合这52页的这个 发音部位图 可以知道它这音是多么的靠后的 在什么位置的 R 和I 是吧 I 这两个 那它来的形式就要用R 多一点 I 五点 是吧 最后一组 就是Gal 和Fat 那么从简单的来看呢 觉得它们也无外乎是 Gal的这个字母 上面有两点 Fat有一点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Gal的这个Gal呢 会更加饱满一些 比如说就像上面这个N Fat 就像这个上面这个N N这个字母 而对Fat 它这个平衡的高呢 更像是这个Bat Fat 所以呢 在记忆它们相似 形状相似的地方同时呢 也不容忽视的就是 它们的相依的地方 这是需要大家细节上关注的 那么这是第一组 就是说 这个叫形状上面有相似点的 那下面第二组 就是关于发音上面相似的 这个呢 我们也是总结呢 有六组 比如说看一下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个是Tor和Tor Tor和Tor 本身Tor 它就称为是Tor的顶音 对吧 那么它们发音上面 就是有相同的地方 在听的时候 练习听力的时候 就要做好这个区分 那么对于第二个 第二类 这个都是关于有H的音的 但是第一个H 是完全无摩擦的 不振动的 第二个呢 H 它的音呢 虽然说声带不振动 也没有摩擦 但是它的发音位置是特殊的 需要大家加以注意 至于最后的H 它就需要一个摩擦 就相当于是 它们的基准音 都是H的音 但是呢 有一些细微当中的区别 H是无任何阻碍 而且很自然的 H是深入 而又不摩擦的 H是深入要摩擦的 再看第三组 第三组 第一个音为 that和dod 和dod和dod 那么首先 that和dod dod的这个音 dod的这个音和dod 这个音被称为什么呢 这个位置应该调整一下 这种相似的是dod和dod dod被称为是d的顶音 那这个就跟第一组是很像的 基于这个dod和dod dod呢 被称为是 叫做跟这个dod很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dod它的发音方法是d的顶音加上咬舌头 对不对 还有说 我们说像一个青蛙一样把双腮鼓起来 然后再把气体放出去 dod呢 它只是咬舌头 然后呢 也要摩擦 那么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 dod是d的顶音 dod是要 是d的顶音加上咬舌头 dod只是咬舌头 好 看第四个 第四组 sah和dod sah和dod sah 那么前面两个 sah和dod 第一个是 s的音 第二个发的是d的音 那么这更加就是 相似性在于哪里呢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 平时语音的 语音表达得上的问题 比如说常常我们会出现 s和s的 这个 s和之 s和s这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 发音不是特别的清晰的话 就会出现 发音不够准确 那比如说 s和s之间 大家要做好这个区分 比如说它这个s和s 音上面也很有相似的地方 它这个书写上也有相似的地方 对吧 那再看这个s和s s呢 它本身只是咬舌头 又不摩擦的一个音 然后呢 这个s 它就是一个s的顶音 那么它们又有着相似的地方 那么这些音呢 平时单独拿出来 我们来听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真正的混到了一个单词当中 或句子当中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意象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要区分好 它们每个音发音的基准在哪里 那它们的区分在哪里 就要做好这个区分工作 再看第四 第五组 第一组比如说第一个音 它叫r和g 它们都是以g为基准音 但是g它是那个摩擦的音 摩擦的g的音 而g是一个清脆的g的音 g g g 那就属于 如果你把g的音发的太过于靠后了 就会 太过于靠前了 g的音发的靠前 就会可能产生g的音 那么最后一组 都是鼻音的这一组 就是n l me 那这个呢 我大概知道说 包括我们中国吧 一些省份 它们会有一些关于鼻音 鼻音上面不同的这个方言 然后因此呢 可能对于这个几个鼻音的区分 比较艰难 但是呢 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阿拉伯语的学习呢 帮助大家进一步的 就纠正一下这个语音 比如说这个呢 就是发的是呢 呢的这个音 你这个牙齿呢 这个舌头的齿间要 抵在这个上齿音上 呢的音 呢 是发的是呢 呢的这个音 虽然它们的位置很相似 但是它们的基准音 一个是呢 n的音 一个是呢的音 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是m 是同鼻子发的m的音 一个是n l m 这几个音 可以是这样来记 啊 大家区分好 好 那下面第三组呢 就是叫发音部位相似的 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 就是讲每个字母的时候 都会配上相对应的发音 这个发音方法 就用中文加语 简单解释 解释一下 那么我们常常有个叫舌前音 和舌尖音 舌尖音就是所谓这个舌尖和舌面 完成的这个发音 舌尖和舌面 舌尖不需要这个往 就是吊中音 所谓是往这个 我们的小舌那里靠的音 比如这个是 我 我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就回去读一下 感受一下它舌尖意思就是 这些所有的音的发音 都集中在舌的前部 或舌的前半部分 事实上并不需要舌根呢 于就是口腔的哪些部位 发生怎样的变化 那么相比而言 第二种就是舌根部位的 它就是不太一样的 就比如说需要舌根向后靠的 或者说向后边靠近的 那么比如说这个音有 啊 哈 嘎 这些音 它们就是位置 那至于像舌后音呢 发音部位更加靠后的 比他们的音更靠后的 就 啊 和哈 这样的音 此外呢 最后就关于其他的一些发音呢 比如说这个摩擦的音哈 这两个音就很容易相近 大家要多加观察 这52页的 这个发音部位的图 可以看到这个 哈 和啊 它们两个是刚刚紧紧 挨在一起的 在口香图当中 大家能看得到 那么关于就是 就是区分好 它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这里面 大家注意 哈的音 要变 呃的音 要靠近 比如说再看一下咬舌的音 这三个 咬舌的第一个是轻音 啊 我不需要声带震动 就咬个舌头 OK了 第二个呢 它要咬舌头 而且要摩擦 就是 就是在摩擦时 你会觉得舌尖是麻麻的 第二个呢 就是 它是既要咬舌 还要发这个 得的顶音 结合起来发的音 那么这是咬舌的 接着就是 最后就是顶音这四个 就是 这几个音是需要不断地进行校对的 那么这一块就是 我们关于 这个字母发音部位 它的这个几个 28个发音 28个字母呢 它呢 结合着12个这个不同的发音符号 它们的形态呢 会有一定相应的变化 大家关注一下课本53页 这个阿拉伯语字母发音总表 这是所有的阿拉伯 28个阿拉伯字母 以及对应的这个 不同的发音符号之下的这个形态 这个表 我务必需要大家反复的研读 照所有的研读 边研究着边来读 然后呢 更加认真的把它 呃 记透 吃透 然后呢 要记住每一个字母 在不同的发音符号之下 如何发生变形的 看每个字母说 回想一下 我当初讲课的时候 怎么讲 它是怎么根据 基本的这个字母 怎么发生变化的 然后 然后了解了这些之后 试图学会去写 然后记忆 然后接着是打乱了 顺序之后再去认 然后 如果大家能把这个 发音表当中的 所有的字母 加上发音符号的字母 都能够清晰的认出写出 那么 你前面所有的语音练习 都不会成为任何问题 啊 那么看到这个 课本54页呢 也是将这个 所有的字母呢 分配到不同的这个 呃 部位当中啊 可以看一下 大家有空的时候 可以呃 结合这个表 然后呢 校对自己的音 时候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想大家之前 一定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 呃 既然这个字母 加上不同的这发音符号 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那是不是说 这些字母 就不同的字母搭配起来 组成不同的词 那时候 它的形态 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 非常好 呃 大家想到这一点就是我 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解的 就是关于字母连写的规则问题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几课的 重中之重啊 要多加学习的 这个关于连写呢 在课本的55页也有写到 那么下面呢 我分别 根据这课表当中的这个字母呢 为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好 首先看一下我这个 这个表格 可以看到什么 首先是单独的写法 就表示这个字母 单独本身的时候 它是什么形态的 大家关注一下 然后接着呢 它当它组成一个单词的时候 这个字母位于聚首的时候 当它位于聚中的时候 当它位于聚尾的时候 又是怎样的一种形态 啊 好 首先我们这边先学啊 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学过的三个字母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这个字母 这个字母是哪一个呢 大家 是否已经很熟悉的 很流利的就能够念出 它的这个读音呢 这个字母就是 哎 对吧 哎 呃 当然它本身这个字母 本身是呃 呃 大家或许能看到这课本当中 55页 55页 关于这个 它这个表格当中 最左 最右边 那一排 那一数列 写着字母的名称 对吧 那么这里面大家看一下 通常呃 在读某个字母 它的名称的时候 它都不是单独的 只读这一个字母 而是将它组合起来 就是读成一个像 单词一样的 一个一个一个词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字母就读成呃 它本身的音是呃 那么它字母的名称 要读成 L ELEPH L ELEPH L ELEPH 这里面哈 那这块呢 就是 呃 首先呢 这属于ELEPH 这个词 它呢 加上 前面加上这个冠词 L 之后呢 组成了这个字母的名称 那么我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字母的写法 之前上课的时候 也有讲过 那么我们就当作 现在是做一个 系统性的回顾 首先这个字母的写法 是什么来着 先写这一竖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一竖的上方 写上一个半圆 然后拖一个短短的尾巴 对吧 呃 然后呢 这样子拖出一个尾巴 它的读音是呃 那么 大家可能好奇了 这个我见过 老师你也说过 那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咦 它怎么看起来 这么像上面这个东西 然后又像它的放大版 没错的 那么对于 Elif 这个字母 下面 以后的时候呢 我都直接把这个 字母的名称也念起来哈 那么对于这个 Elif 这个字母来说 它的写法 就单独 对于这个字母本身来讲 它有两种写法 大家注意 一种呢 就是加上这一竖 加上面这个小东西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单独的 只有上面这个小东西 也就是说 我们去掉了下面这一竖 啊 那么 这两种写法 都是正确的 大家是否还记得 上一节课 我们学的 生词当中 有一个同学同事 它的复述形式是 Zumaleu 最后边的那个词 那个u 我发的音呢 也是这个字母 Elif的这个音 它的写法却只有他 对吧 加上一个喝口服 那么 这就是他有时候 对于这个字母的选择上 就选择 它两种形式 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此手 此中 此尾的位置 啊 此时候就是它本身 我猜 应该可以理解 大家可以试图 带着这样的思维来 跟我一起学习 关于这个 不同字母的联系 这个字母的形态 会影响到 它与其他字母联系 之后的效果 那么如果说 这个字母相对 非常独立化 你想要把它 和其他字母家里 联系非常困难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会怎么选择 通常大多数 我们都会选择知难而退 意思就是说 既然这么不好联系 那么我就不联了 所以 elif这个字母 在自首的时候 就是自己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这也是我们之前 看过的例子 叫ebon e 字母后面将这个b 它两个字母 你看 真的很难联系 联系起来 所以就是独立的 ebon 本身这个词 有八个的意思 就是独立的ebon 好 那我们看 词中 诶 词中有一点不一样 看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前后的 这两个盖 表示的是 这个字母 前方 与另外的字母连接 后方 与其他字母连接的意思 那么在中间位置的时候 这个elif的书写 变成什么呢 它留有一部分 一个短短的小数 上方的这个小东西 还是会保留 这个就是 elif在中间的连接 我们看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字母是由 短音的be 和这个 中间的这个字母 就是elif 它的七尺音 大家看到这幅号 就是e 和ton 组成就是be-e-ton 那么就表示说 这个elif 前边连了这个be 像这样子 后边连了这个ton 那么中间呢 它就是保有一个小数 上面这个小东西还保留 那么这就是elif在中间联系的时候 它的形态 好 此手呢 不变 此中呢 就是下面的小数变短 然后上方的小东西保留 OK 感觉还挺OK的 没什么难点 我们再看词尾 哦 天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是不是又彻底蒙掉了 怎么 一二三四啊 有四种吗 没错 这个elif这个字母呢 大家又把它想得比较灵活 可以想象出来 它的组成比较独立 同样呢 它的构成也比较灵活化 比如说 它的在词尾的时候 有四种形式 看第一种 这是字母ye 对吧 ye呢 加上它上面的这个小东西 第二种 是字母乌 加上上面的一个小东西 第三种 是什么呢 这个表示 它与前方的字母 加以连接 然后呢 它这一竖 直接连过来的 这个感觉就像是 我们期待当中的 词尾连接方法 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 叫什么 保留上面的 那一个小部分 那么 这里面值得强调的就是 elif这个字母 它的形态变化 比较灵活 那么 当它这个基底 由这一竖 变成了ye 或者是woo的时候 那么它的读音 有没有变化呢 大家猜一下 其实呢 它的读音是没有变化的 也就表示着 大家可以这样想 这个elif它就像是 就像是一条蛇 它可以随意的 变换它的形态 对啊 它底下就是这条蛇 这是它的头 它头不能把自己的头 给砍去 那幅度它就活不了了 是吧 那么 它作为蛇的时候 它的词尾的时候 就可以变换成s的 这种ye的形状 也变成woo字母的 这个word字母的形状 或者是直接保留 它本身和前面的字母 进行连接 或者 它直接把整个身体 变没了 只剩一个头 就像是缩起来那种 这样子说 我想大家可能会更直观 所以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 看这里面打了一个信号 表示 这第四种 就是说它在词尾的 连接方法 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这里呢 举这个例子呢 是用了在词尾当中的最后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这个是长音符 嗨 然后加上 un 嗨 un 那就这个就是 可以在词尾当中直接单独使用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词尾的四个形式当中 第一种 第二种 和第四种 在词尾时 基本是不与其他字母连接 也就是单独的寓意使用 对第三种形式 也就是我们所期待当中的那种变换形式 它前方是可以连其他 其他字母的 其他单词的 好 这是第一个字母 它的这个变换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b b 是吧 这个字母 那么它这个学名呢 它自己的名字叫 Ala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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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这个字母的名称 那么b 这个字母 它在词尾的时候 就是 这个变换是怎样的呢 大家关注一下 词尾 前方保留 后面连 OK 没问题吧 等到词尾时候 前方 前方 连词 后方 哎 好像这个跟 我们刚刚看着很像 感觉这里留了一个小数 对不对 然后下方这一点保留 没错的 对于by来说呢 在词尾的时候 它呢 这个所谓的中间这个弯弯 其实它不是小说 是这个弯弯 是保留下来的 以保 以向他人表示 这个中间有我存在 那等到词尾的时候呢 大家看 这个by的本身 是不是形态没有变化 然后呢 前方连上其他的词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在词首 词中词尾 它的这个例子 词首的时候 看这个 前方 这个by 后面连上了一个 ha hun 是吧 behun 是这样子来连写的 那么在词中的时候 看这是有三个字母 对吧 第一个是hu 第二个就是中间这个be 最后是tun ha be tun 这个连写 最后在词尾的时候 前方的这个字母是 b 后面连上这个bun cbun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be 相比较而言 它跟这个elif来说 形态变化 还是算比较规律的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无外乎说前面的这个词首 be 词首 对吧 那么词中 词中 这个 它的形态上的变化 相对词首的时候 这个小勾去掉 用以连接其他的 后面的字母 那么对于词中的时候呢 它中间 保有 最开始的这一个小弯 是向他人保识 表示 它这个字母的存在 前后 然后再连接其他的字母 在词首 就保持原本的形态了 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我们再往下看 看下面这个 第三个tab 我们关注一下 大家上下对比下 与它和bun 进行对比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提醒大家呢 那是因为本身tab和bun 在形态上 对 是非常相似的 对吧 那么 可想 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 那么它在这个连词的时候 词语的连接时候 是否也有像类似的表态呢 我们看一下 在词首的时候 诶 的确很像 只不过它的两点是在上方 仍然保持在上方 在词中的时候 诶 是诶 前面的小弯没有去掉 上面两点 滋味的时候保持原来形态 好 那这个就不需要多说了 大家就可以归到一类 bet和tab 它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这个tab 在取这个词首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tab 后面加那个boon 很自然就是tab boon 直接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看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那 你看 对于tab来说呢 它就出于这个词首 对boon来说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出于词位 看一下词位有没有 是不是就这个形态 对 切连接并不是很难 而只是需要大家细心的去寻找一下这个规律 好的 我们再看中间 前面连的是一个who 中间连了一个tab 末尾连了一个jun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小弯保留 前后连起来就whotabjun 就是这个词中 那我们再看一下词尾吧 词尾 第一个词是who 第二个位 敬佛 第三位tun 就是whotun whotun 仍然末尾的时候保持它原本心态 好 我们刚刚 只是介绍了三个字母的连写方式 在这里我多用了一些时间 是想要让 向大家传达一种思想 首先 这个字母 它在词语的连写当中 根据它在词语的不同位置 会有一些形态上的变化 首先第一点考虑它自身的形态 如果本身它相对比较独立化 不容易与其他的词加以连接 那么它很可能在连词的时候 仍然保持其原本的形态 但是不排除例外情况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在词语时 它可能发生诸多的变形 那么这一块就属于变化不规律的地方 需要大家加以 就是直接的记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哪些字母 它们在本身这个字母书写形态上 有着类似的地方 那么它们在词语的连写当中 词语的不同位置当中 的形态也会有着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back和tab 那么它们这两个字母 在这个词首次中词尾的连写规则 是几乎一样的 不过区别是在于字母本身 本身的形态上面 好的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